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香蕉超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集影片的内容呢 依然是我打的一场5050100排局的 首牌分享 并且这场排局 我是迎来了我单次现场排局的最高 盈利 运气可以说是非常不错 除此之外呢 我的频道也终于是迎来了1000订阅 为了庆祝频道终于达到1000订阅 我将在这季影片的评论区 抽取三位幸运观众 每位送出200现金 感谢大家对我频道的支持 那抽奖的结果 我会在下一季影片 也就是第30集当中公布 那现在就先让我们赶紧 一起来看一下这季影片 都有哪些精彩的首牌吧 今天分享的第一把牌 就是一个大底池 并且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讲道理 也具有一定的争议性 而且我当时游戏的时候 也的确就是冲着不讲道理去的 但是呢 在现在我剪辑这把牌回看的时候呢 似乎好像又是合理的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要介绍一下这把牌 开始前的背景 就如同现在 大家画面上所看到的那样 我左手边的玩家 刚刚是丢了一个1万多的大底池 之后呢 是选择补马了1万 是处在一个有那么一点 Tilt的状态下的 而我们这把牌 就是紧接着这一把的 我们是在小盲位 拿到了一个口袋对4 之前有几个Limper 然后我左手边的大盲 也就是刚刚输掉大底池的玩家 做了一个加注挤压到250 之后几个Limper也都选择跟住 那我也跟住5人底池 这个时候底池就已经来到1250了 翻牌是来了345两个红桃 在这个5人底池中 算是一个非常潮湿的牌面了 在我过牌后 大盲是选择持续下注了550 是一个半池都不到的尺度 随后UTG LOGIC CO也都继续选择跟住了这个550 行动来到我这里 此时底池是1250 加上4个550也已经来到了3450 而我再我如果再加550进去的话 底池就正好是4000了 那这把牌 我肯定是希望能借助着这个热浪 和大盲打光这1万的筹码的 于是在当时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就是直接做了一个Race到1万整 虽然当时我是想说 借助着热浪才加注到这么大的 550加注到1万 好像非常夸张 但是现在整理排谱底池的时候发现 在这个4000的底池当中推9000多一点 推一个SPR1比2多一点的底池 好像也是挺合理的 那在我们加注到1万之后 大盲玩家没有选择马上跟住 而是好像冷静下来 陷入了思考 但是最终还是情绪战胜了理智 大盲玩家选择用A5草花进行了跟注 大盲跟注之后 其他玩家都选择了弃牌 大盲和我决定两次发牌 而我们是成功的顶住了这两次发牌 在这场牌局开局没多久 就收下了这个2万多的大底池 你比我小 还有一家 我都可以 你看他的 他是什么 你看我一枪被人杀掉 爸爸 66呀 第二把牌 我在Hijack骑手A10草花同色 之前面对到的行动是UTG开持300 本来A10同色在这个位置 面对到大前卫的开持 就是跟注和随bet差不多一半一半的 再加上这把牌 UTG开持的玩家是一个超级紧手 并且后手也非常少 所以显然这把牌随bet就不再选项了 那剩下的就只有跟注了 于是我选择跟注 在我跟注之后 专位小芒大芒和straddle也都跟注 6人底池 翻牌是来了A17彩虹面 这个时候小芒玩家第一个跳出来 零打了800 大芒跟注 straddle和catch的UTG玩家都选择了 气盘 行动来到我这里 那这里小芒玩家此时后手 还剩下差不多5000左右 我们在有力位置 牌面又比较干燥 我们是可以在接下来两条街轻松游戏 小芒全部筹码的 于是我先选择了跟注平根 隐藏牌力 之后装为气牌 三人看转牌 然后转牌是一张比较低的黑桃舞 算是一张空白 小芒和大芒都过牌之后 我自然是选择下注 这里我下注3000 随后小芒和大芒都选择了气牌 第三把 我在lowjack起手27杂色 开持200 之后hijack跟注 专位跟注 大小芒也都跟注 5人底持 翻牌是勾63彩虹 挺干燥的 小芒又零打了300出来 这里我选择加注到700 只有小芒跟注 单挑看转牌 然后转牌是一张红桃K 小芒过牌后 当然这里我们自己手上有什么牌 已经不重要了 选择下注1800 小芒是马上选择了气牌 在小芒气牌后 我偷偷的把我的手牌 给我左手边的玩家 看了一眼之后 顺势埋进了牌队 第四把 前卫两个limper 中间位置的玩家加注到400 我在struddle拿到了A6草花同色 看了一下加注的玩家的后手 大概在7000左右 感觉这里3bet不太合适 于是我选择了跟注 然后其中一个limper7排 另一个跟注 三人底持 翻牌是来了A56全部方片 我们击中了一个顶两队 都过牌到中卫玩家后 中卫玩家下注了1000 挺重的一个下注 那依照我对中卫玩家之前行动的一些解读 这边基本上是把它放在了一些AX的顶对上 而且这个X可能踢脚也是比较大的 那中卫玩家下注1000后 后手还剩下6000 于是我决定快打我的顶两队 选择加注到3000 因为我不希望后面如果再出方片的话 会阻碍到我们的行动 那在我加注到3000后 前卫的limper7排中卫玩家在思考了一阵之后 也的确是推出了他的后手 那我自然是选择轻松跟注 在我跟注之后 我们是决定两次发牌 中卫玩家开牌 他是五六的两队 那发牌的结果 第一次发牌转牌和合牌 又都开出了两张方片 我们都是面方片 幸好的是我们顶住了第二次发牌 收下了这个15000的底持的四分之三 也就是一万一千多一点 也算还行吧 发几次 不是我两队 那不是小的 发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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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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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这个叫五的 啊 啊 来个花 我唱我唱 诶 诶 第二次 等一下 把那两阵 绝一掉 第一次去 哦 那怎么弄啊 你们考 第五把 我在ceo用圈石不同色开持一千 只有double straddle跟注防御 单挑 翻牌是来了圈石勾彩虹面 这个时候double straddle是突然跳出来 dunk了一千 那这里我自然是可以在这个对我们范围 极度友好的牌面进行加注的 但是有时候现场朋友排局的行动决策 可能还是需要考虑到一些其他因素的 总之这里呢 我是选择了跟注 然后转牌是一张七 double straddle又打了一千 同样的我依然还是选择跟注 最后合牌是一张三 double straddle过牌 我下注半持不到三千 double straddle跟注 我们秀牌收持 第六把 我在中卫用k时草花同色开持两百 随后lojack跟注 hijack跟注 ceo跟注 大忙防御 五人抵持 翻牌是来了k圈三两个黑桃 我第二个行动选择过牌 在我在我过牌后 hijack下注了四百 这里的hijack就是第四把的五六 他的有效后手呢 是新满入的五千 呃 那这里我是选择过牌加注到了一千 hijack跟注单挑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红桃 八 排面形成了双画面 此时底持正好差不多是三千 hijack的剩余后手呢 是三千多一点 四千不到的样子 那么我是直接选择了下注了hijack的后手 在我下注之后 hijack是马上选择了弃牌 第七把 过程很刺激 结果很平淡 翻牌前 我在专位 起手 ak不同色 面对几个limper 我是选择加注挤压到了六百 随后 大忙玩家做了一个随败到两千八百 这里 大忙的有效后手差不多是 正好是一万左右 也就是正好一百个straddle ak在专位面对到大忙的随败 又只是只有一百个straddle的情况下 自然是毫无压力的推出了all in 那在我推出all in之后 大忙也是马上选择了跟注 随后我们马上商议决定两次发牌 然后秀牌结果都是ak不同色 那我和大忙也是一起游戏了n多年的老战友了 遇到这个情况 我们是马上示意荷官不用发了 节省时间赶紧开始下一把牌 在刚打完这把ak之后没过多久又来了一把ak 这把牌前卫一位锦手玩家开持两百 我在中卫做了一个随bet到七百 所以有co冷跟了七百 前卫也跟三人抵持 翻牌是来了a64两个黑桃 这里我选择持续下注了一个小注六百 co和前卫的玩家也都继续跟注 三人看转牌 然后转牌是一张红桃勾 牌面再次形成了双花面 虽然在当时我的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忌惮 前卫玩家在翻牌的overcoat 一般来说overcoat都是代表着比较强的牌力 而且这个前卫玩家呢 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紧实的玩家 但是面对到这个潮湿的牌面 我肯定是不想让两个玩家免费看到盒牌的 于是我继续下注了两千七百 在我下注了之后 co玩家是选择了七排 但是前卫玩家是做了一个过牌 加注到八千 在他加注到八千之后 后手差不多也就留下了九千左右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加注 那在我们在转牌已经非常强势的开出第二千的情况下 还能这么强势的加注回来 感觉这里也很难有什么诈呼了 于是我在纠结了一阵之后 还是很怂的选择了七排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把牌 我在中间位置用黑勾八开持两百 随后 co选择 做了一个随bit到九百 小盲冷跟九百 我看了一下大家的后手也都比较深 于是也选择了跟注 三人底持 翻牌是来了八九三彩虹面 其中有一个黑桃 我们的概念是中队 后门画后门顺 都过牌后co是持续下注了八百 小盲跟注行动来到我这里 这里当然有人打 有人跟的情况下 直接放弃放弃这个中队呢 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这把牌 我当时产生了一些邪恶的想法 我也先选择了跟注 继续三人看转牌 然后转牌是一张黑桃五 我们得到了一个后门画的增强 同时六七的顺子也到了 那在我们再次过牌到co后 co只下注了两千 小盲则是继续只是跟注了两千 那我觉得几乎机会似乎来了 首先这里有六七组合 可能性最大的就是我们了 虽然co玩家也是有一定概率 会有六七的随拜的范围的 但是他的六七在转盘 一般是不会下注这个尺度的 其次我们手上的8也阻挡了88set的组合 同时呢 我也时刻关注了小盲玩家的一些现场马脚 感觉他的牌力也没有很强 由于我们还挡了一张勾 这里我当时几乎就是笃定了小盲就是一手实实 所以这里我们的这个黑勾吧似乎是最完美的炸弧组合了 于是我喊出了all in 在我all in之后 那也确实迫使两位玩家都选择了弃牌 在他们弃牌后 我秀出了一张8 谎称自己是88 只能说希望他们事后千万不要看到我的这期视频吧 ok那今天这期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了 今天我是就一开始就买入了25,000 中间也没有补马 最后是卖出了61,600 是水上了36,600 也是我现场排局水上最多的一次了 同样的 大家也记得在这期视频下方留言 我会随机抽取三个幸运小伙伴 每位送出200的现金红包 那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小伙伴 也记得先订阅再评论 我们下期影片公布抽奖结果 就让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 拜拜